美国加州一棵据称有两百年的巨大松树 最近遭闪电袭击而着火 奇怪的是这道闪电显然非常精准 将这棵树的树干从中间披成两半 昏暗的夜色中这棵树的树干内冒出熊熊烈火 顷刻间树干上方一分为二 各自向两边倒下 燃烧的碎片散落地面 7月31日晚间 这棵长在大雄城机场附近的杰弗瑞松 遭闪电击中 树干中央因而起火燃烧 亚利桑那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的一位教授伯根 在听到和看到雷吉之后拍摄到这些画面 并在推特上分享 他的推文写道 这是一棵两百多岁既美丽又健康的树 在今天遭遇了不幸 消防人员扑灭火灾后 在8月1日将剩下的树干砍掉 消防局表示在7月31日当天 至少有五起树木遭到雷吉而起火的事件 发生在不同地点 提醒民众不要靠近当地 以策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